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肖战主演剧作《再入权威报告》,以研究范本成功出圈,夺得年度桂冠。 肖战出道的时间并不算太长,但其主演的多部影视作品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, 比如我们熟知的《陈情令》、《斗罗大陆诸仙》等。 当然,备受外界期待的还有微波剧《余生》、《请多指教御谷遥》等。 这些作品同样拥有较好的口碑,播放量也在节节攀升之中。 近日,肖战主演剧作《再入权威报告》,以研究范本成功出圈,夺得年度桂冠。 这部作品就是我们看到过多次的《斗罗大陆》,根据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发布的《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态势报告》2021显示, 在官方统计的数据中,由肖战和吴轩仪主演的《斗罗大陆名》名列前榜。 有效信息显示《斗罗大陆》三次上星央视播出之后,总播放量仍然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, 而在额场有效播放市场和占有率上,这部剧作的点击量仍然高居TOB1,实现全网领跑。 最终数据显示,该作品在年度统计中以53.2亿的成绩夺得年度桂冠。 这一成绩可以说是非常惊人,也是这部作品能够作为研究范本进入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态势报告2021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其底众多的优秀剧作来看,《斗罗大陆》的成功之处也是作品内容的展现非常充实,架构完整且清晰。 提起《斗罗大陆》,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,而是非常非常的熟悉,毕竟在巨荒时期,这部作品已经被刷了数次。 在剧中,肖战饰演的唐三一角深受外界关注和喜爱,他代表的是不畏艰难,勇往直前的正能量形象,因此也备受官方推崇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之后,肖战喜提讹厂海外平台海额的全球代言人,因此《斗罗大陆》在海外媒体平台上同样受到一众追捧,拥有非常广泛的海外支持群体。 截止到当前,这部作品也以优质文化的载体输出海外。 据统计《斗罗大陆》已经在韩国上线播出,肖战饰演的唐三这个角色收获诸多好评。 而在11月4日,这部剧作将在日本的黄金剧场播出,目前相关平台已经开启预热动态。 日本媒体更是称肖战为Asia Top Star,即亚洲超级明星。 《斗罗大陆》能够在众多优质的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,也证实了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。 除了作为优质文化输出海外,这部剧作也成功进入企业财报中被展现,成为很好的个例。 将来,这部作品还将在新加坡、泰国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美国及英国等国家上线播出,将会有更多的让道唐三这个角色。 不得不说的一点是,很多喜欢肖战的群体也是通过这部作品,通过唐三一角认识了他,此后被深深吸引。 在看到肖战的突破与进步之后,更是非常坚定地选择追随他,毕竟肖战是一位正能量优质偶像。 同时,与诸位一样,也期待早日看到肖战的更多作品,期待顾位和大神观石影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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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